学习iOS的开发有不少的门槛 除了必须现有一台Mac电脑 还要熟悉Swift语法与iOS SDK 好不容易入手Mac 第一个遇到的困难点 就是陌生的开发工具 Xcode 还好不像学习程式语言 需要许多的时间与耐心 开发工具的使用是可以速成的 而Xcode除了免费之外 还是Apple官方的开发工具 本身也是个具有特色 且功能强大的软体 欢迎来到GammaRay软体工作室 你好我是Richard 这次的Xcode开发指南 起源于我在Xcode安装Win的插件XFIN2 安装时必要的证书潜入动作 与MacOS最新版本的Vixer安全机制通途 导致发生开发者账号无法登录 也无法安装到实际手机的状况发生 不得已只能重新安装 并且在不熟悉工具的情况下 进行开发 在寻找替代方案的过程中 我发现部分的Xcode快捷键模式 是属于Emacs类型 例如方向键上下左右是Ctrl P N B F 光标移动到行手是Ctrl A 删除制服到行尾是Ctrl K 组合使用Ctrl A K K 就代表删除打行文字 因此最大限度熟悉Xcode的功能快捷键 也成为选项之一 这次的指南内容 就是集合网络上数据到的各种Xcode使用技巧 与对于我使用Intel 0 Z与Beam的经验 整理从面板导航一直到执行突错 与自定义快捷键的各项功能 我认为熟悉这个工具的使用 对于开发者来说 会是个合理且划算的投资 首先说明一下目前使用的开发环境 作业系统是Mac OS Big Sur 11.2 版本 开发者工具是Xcode 12.4 版本 而近期开发的Sign Project 使用SWIFE语法与SWIFE UI框架 所以只会针对这个语法与框架的专案 介绍相关的功能与快捷键操作 如果没有看到Storyboard的设计界面 与Upboard C 语法的相关操作 是正常的情况 这些部分这次就不会介绍 首先打开任意专案后看到这个画面 左側侧与下方的功能区块 可以使用Command 0 开关左側导航 Command Option 0 开关右側检视 Command Shift Y 开关下方除错 这三个区块细节的部分 左側导航Command 1到Command 9 分别打开对应的导航分页功能 其中Command 4 搜寻面板 Command 5 错误列表 以及Command 6 测试结果 是我比较常使用的 右側检视 依据不同的页面 可能会有三至四个分页功能 位置分别对应 Command Option 1 至Command Option 4 里面最有可能常常使用的是 Command Option 2 版本控制的历史列表 而下方除错 如果没有看到打印讯息 Command Shift C 可以显示控制台视窗 为下方的两个图示按钮 可以决定哪一项的功能完整检视 在SWIFT UI的框架中画面部分不同于Storyboard独立一个档案 在基层View的Class中可以使用Command Option Enter开启预览视窗 而若想要保持画面干净 Command Enter可以一次性的关闭当前所有的辅助功能 知晓了各个功能面板 可以透过哪间按键开启后 再来要说明的是 如何在Xcode中找到想要编辑的档案 也又是导航功能 在已经开启档案的情况下 除了Command 1 可以显示左侧的导航 Command Shift Z 档案可以开启 而Command Option Z 则可以直接聚焦到过滤器 使用关联的文字更快速的定位 如果不想要在列表中逐一翻转的话 Command Shift O 快速开启功能 可以依据档案或者变数名称 快速的定位到目标 在编辑区块的左上角 有个四个方格的图示 点击之后会出现一个选单 这个功能Ctrl 1同样可以开启 当中的Resent File 也可以使用Ctrl 2显示过去的档案历史 例如这边开启三个档案 按键Ctrl 2列表名称顺序排列 选择其中一个档案后 想要回到之前的档案位置 Ctrl 3则可以显示 在这个之后又开启了哪些档案 选择后就会返回先前的位置 而Ctrl 4与Ctrl 5功能是相似的 一个是同顶层的目录向下寻找 另外一个则是仅能在 同层级的目录中选定文件 最后的Ctrl 6 列表的是当前档案的函式结构 选择后可以快速的跳转到目标函式 了解导航功能 如何快速开启目标后 再来要说明的 不是编辑区块的光标定位 而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具有特色的功能 分页与视窗 首先说明分页的部分 在左侧列表选择档案后 不像其他编辑器 只是单纯聚焦或者开启分页 而是会随着选择 变换分页中的内容 要滑速点击两次 才会加入到分页上 这边可以发现在分页名称上 有的文字是倾斜 有的文字是正常 倾斜文字就是刚才 会随着选择而变动的分页 可以理解为 这个是文档的快速预览功能 需要再多做一个动作 才会真正加入到分页上 所以使用Cmd Shift Z 跳到列表后 放按键向上或者向下预览内容 然后再使用Cmd Option O 就可以将档案开启在分页上 这样定位之后 分页内容就不会再随着列表 一起联动改变 各个功能 在Cmd Shift O快速开启 与Ctrl 1到Ctrl 5的选单 也同样适用 那么将所有要编辑的档案 都开启到定位后 Ctrl 间隔号 可以聚焦回编辑区块 然后使用Cmd Shift 中挂号左 或中挂号右 进行左右分页切换 Cmd W关闭当前分页 Cmd Option W关闭其他分页 依据目前研究的结果 关闭全部分页的功能 是没有按键的 替代方案 就是这两个筷子键如何使用 再来开巴时 常会使用的画面分割 Cmd Ctrl T开启 按住Option点击左侧列表 可以直接开启在这个视窗 而纯键盘操作情况下 Cmd Shift Z跳转到列表后 只要使用Cmd Option 逗号 刚才提到的其他打环功能 Cmd Shift O快速开启 于Ctrl 1到Ctrl 5 按住Option使用Enter键 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 如果已经开启多个视窗 Cmd Option Shift 逗号 则可以先选择位置后 才开启目标档案 此时要编辑这些视窗 使用刚才的Ctrl 间隔号 顺序切换 或者Cmd Option 间隔号 同样顺序切换 不过有包含左右两侧 已开启的功能区块 这边也可以使用Cmd Z 确定目标视窗后 Enter确认 在单一视窗的分页上 所有操作都可以使用 刚才说明的分页快捷键 如果觉得画面上的视窗有点多 Cmd Ctrl Shift Enter 可以暂时先引上其他视窗 专注于当前的文档开发 完成后再按一次 就会回复到之前的状态 当任务已经完成后 想要真正的关闭 Cmd Ctrl Shift W 视窗包含上面所有的分页 就会一起被关闭 再来视窗分页的功能 Cmd T建立一个新的视窗分页 这个分页拉出来也是一个独立的编辑器 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分页就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工作区 可以去共用特别人的导览 或者进行档案的导航功能 开启后的视窗分页 就可以使用Ctrl TAB顺序切换 Ctrl Shift TAB反向顺序切换 这个功能 查找到了使用技巧的提到 可以自信的使用35个分页 然后搭配Cmd Arbitgen Shift T重新命名 在开发时就可以更好的组织逻辑与视序 而当完成这个视窗分页的工作任务后 再使用Cmd Shift W就可以关闭 在拥有开启木桥档案的导航功能 以及将目标档案 部署到直立面板的分页与视窗功能后 同样是导航功能 不过这里要关注的是 档案内代码的部分 开头时曾介绍过的 Emacs类型块结件 方案件上下左右 Ctrl P N B F 到航手Ctrl A 到航位Ctrl E 这边除了Emacs操作以外 还可以使用Mac电脑通通的光标移动功能 Cmd方案件向上 移动到页面的最顶端 Cmd方案件向下 移动到页面的最底端 Cmd方案件向左 移动到该含文字的最前 Cmd方案件向右 移动到该含文字的最后 Out选方案件向左 移动到上一个单字左侧 Out选方案件向右 移动到下一个单字右侧 要大范围移动 Cmd L输入行数进行跳转 先前导航时提到的 Ctrl 6 韩式结构 这边除了方案件以外 还可以在列表出来后 键盘输入目标名称 过滤后更快速的定位 而在Ctrl 1 观点项目的列表中 可以特别关注的项目 Colar 与Colar Colar 代表有哪些类别的方法 调用了这个类别 Colar 则是反过来 有哪些类别的方法 被这个类别调用 这么多的跳转功能 一时间找不到光标的话 可以使用Cmd option L 将画面定位在光标处的位置 而这个功能 如果对应三款选单 可以发现简单的下方 Cmd option J 则是用在光标处有编输时 跳转到定义位置的方法 这边快速跳转的部分 还有两个必须在特殊情况下 才能使用的功能 第一个是转转中 如果已经有版本控制的状态 先点击右上方的双向箭头图示 会在当前画面中 呈现版本比对的讯息 而这些有说过的文字区块 使用Ctrl 导卸线 可以在这些区块进行快速跳转 第二个是编辑转转时 发生错误的状态 Cman 单以号 顺序跳转到下一个错误位置 Cman Shift 单以号 则反向跳转到上一个错误位置 提到代码的导华功能 Cman F最常见的文字查好功能 肯定不得不提 叫出这个搜寻面板后 除了使用Cman C、Cman V布置贴上以外 还可以使用Cman E 将选取的文字填补到搜寻框 如果使用的是Cman Option F替代功能 除了使用Cman E 可以填入搜寻框 Cman Shift E 还可以将选取的文字填补到替代框 开始搜寻后 Cman G 跳到下一笔结果 Cman Shift G 反为上一笔结果 如果要简单一点 不要那么复杂 选取搜寻的文字后 Cman Option E 跳到下一个文字位置 Cman Option Shift E 反为到上一个文字位置 搜寻的最后 方才说到的都是以当前的文件为搜寻范围 如果要以整个搜寻为搜寻目标的话 Cman 4搜寻面板就是我们需要的 这个面板也可以使用Cman Shift F开启 对应的搜寻替代功能 Cman Option Shift F 同样在当前面板迅速开启 在这个搜寻或者替代的面板中 先前提到的Cman E与Cman Shift E 也同样可以使用 说明完代码的导航后 再进入到编辑的部分 如果你使用Xcode有一段时间了 可能已经知道 Cman Shift E 可以将选取的代码排版 以及Cman 斜线可以将光标处的代码注解 而除了这两项之外 排版部分的延伸 Cman 中刮奥左与中刮奥右 可以手动调整缩排位置 Cman Option 中刮奥左与中刮奥右 可以将整行文字上移或者下移 而注解部分的延伸 将光标定位于韩式以后 Cman Option 斜线 会自动添加官方格式的文档入解 贴完掉Discretion 的部分 文档就可以迅速成型 提供比单纯入解更多的资讯内容 之下来补充刚才Emac 类型 会提到的几个快捷键 Ctrl D 反向删除一个支援 Ctrl K 反向删除到结尾文字 Ctrl T 交换光标两侧文字 这三个在讲上之前的光标移动指令 是目前查到Xcode 中已知的Emac 类型 之后如果发现更多的功能 会补充带Gear文件或者部落格文章 知晓了小范围的编辑动作 再来要说明Plan修改变数名称 与Xcode 智能补权的部分 首先是Plan修改变数 目前已知有三种操作 第一种使用滑鼠选取变数后 右键Refactor Rename 第二种使用键盘选取变数后 Cmd Shift A 交出动作选单 选择最下方的Rename 第三种同样使用键盘选取变数后 Cmd Ctrl 1 在当前的文件范围编辑变数 这个功能使用于类别内变数或者函式名称快速修改 如果已经被外部参照 只要使用Rename功能才会同步联动 Xcode 智能补权的部分 当我们成为一个连运物件的变数圈高后 光标定位在类别名称上 点击上方选单 Editor Refactor Generate Memberwise Initializer 可以自动产生初始化的方法 而类别定义完成后 要在服务中使用物件并且调用方法时 会发现提示可能时有时无 想要手动的叫出提示选单 在物件的点后方 按键ESC就可以叫出选单 Ctrl 点顺序切换 Ctrl Shift 点反向顺序切换 Ctrl 斜线则可以确认并且移动到参数的位置 如果输入的程式语法有出现错误的话 搭配先前提到的 Cmd 代引号因为到需要修正的位置后 Cmd Option Ctrl F 就可以进行简单的错误修正 Xcode 编辑的最后 要说明动环编辑的功能 有三种方式可以使用 第一种按住Option 拖动滑鼠 会出现多个光标 第二种如果要金主引擎的话 Ctrl Shift 方向键向上或向下 可以更金主引擎的拖动 第三种如果不是需要连续的光标 也可以将Ctrl Shift 按住之后 使用滑鼠在目标位置上点击 这三种都可以达到动环文字的编辑功能 完成编辑后 接下来就是要执行程式 才看功能是否正常 Cmd R 执行程式 是我第一次使用Xcode 就在查找的快捷键 除了这个之外 如果只是想确认当前的程式是否正常 可以使用Cmd B 这样就只会有兵役的动作 而不会在模拟器安装启动 而Cmd 动号 可以将Cmd R 与Cmd B的动作 直接中断 这个快捷键当已经发现错误 或者按出了快捷键 停止耗时的任务 将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而运行的最后 关于效率的提升 还有Cmd Shift K 清除背景占用的系统支援 同样可以减少因为空巨因素 导致开发效率降低的情况 Debug模式的部分 由于我使用的几率没有很高 所以只简单的说明两项功能 第一项Cmd 导卸线 可以设置中断点 第二项Cmd Y 可以开关Debug模式 为什么我要说明这两项功能 因为我查找的资料中 有些开发者 由于Xcode没有输现功能 所以会使用这个中断点来替代使用 而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能够熟练的使用分野与视窗 使用中断点来替代 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必要 在学习Xcode用法之前 我已经熟悉了许多以前编辑器的功能 如果能够把那些用法 也一并带过来 是一件很棒的事 所以使用Cmd Y 打开设置后 Key By DING的部分 这边我个人配置了 6加1的快捷键来辅助我开发 首先6的部分 则是在面板中已经有的功能 但却没有被预设成快捷键 第一与第二项 是页面上下移动的部分 这边可以看到 除了古人轮以外 还有配置扛作方向键向上与向下 只是这边黄色的警察号 提醒你这个配置已经发生冲突 所以页面向上移动的部分 我套用另一页面向上的快捷键 Ctrl U 而页面向下的Ctrl D 由于已经被反向删除的功能使用 所以我使用U按键下方的J字母 J字母在面板中 同时也代表方向键向下的功能 所以Ctrl J就配置为页面向下的快捷键 第三与第四项 是我在Intelro J常用的 区块选取文字功能 这边最相见的功能是 Select World 与Select Line 配置的快捷键我决定于依据 是选取文字后最常见的动作 布置与贴上 所以Ctrl C选取文字 Cmd Shift V 则是选取整行文字 第五项我在使用Intelro J习惯额外配置 Cmd Option 6作为重新命名的按键 而且正好这边的Rename预示为空 也没有快捷键冲突 所以直接补上 第二项在翻找快捷键配置时 我发现除了Ctrl AKK 这种EMX类型的删除方式 也是有Delete Line 这种直接删除整行的功能 依据过往经验 以及避开各种冲突后 我选择按键D旁边的S字母 Ctrl S作为删除整行的快捷键 六个部分说完了 再来是加1的部分 这个意思同样也是自定义快捷键 只是预设的功能中没有我想要的 所以透过修改S code配置档来扩正功能 在开始修改之前 要先调整一下权限 允许这个档案可以被修改 在中暗机使用下面这两个指令重新设置 然后再来用编辑器开启这个档案 这边可以先复制一个机油的功能作为模板 然后重新命名成领刻字化的名称 我想要过正的需求 只要新增一项复制档案的功能 KID的部分更名为Dubic K9 然后删除其他项目 使用动作的部分使用网络上找到的复制指令 这边直接看英文的部分 应该也可以理解这个快捷键 这边就是由薰区一行复制积动到下一行贴上 这一连串的动作组合而成 冲起S code 就可以看到重新配置的功能已经呈现在面板上 这边原本预设中也有一个Dubic K9的功能 Command D 只是我在B题记中试不出来 所以只好把这个快捷键移到新配置的Dubic K9 上述从基础面板 档案导航 分件视窗 代码导航 代码编辑 执行出错 以及最后的自定义功能 你应该已经知道 X code可以做的事情会比想象中的多更多 不过熟悉开发工具的使用 是开发中可选的条件 却并不是必要的条件 例如我最近正在开发的iOS App 在Sbin2的插件发生问题以后 只知晓左右侧与下方的面板开关 以及注解排版执行这6个快捷键的情况下 就已经陆续的完成将近七至八成的内容 要完整的开发一个iOS App 熟悉工具的使用只能锦上添花 但并不能完全替代所有必备的知识 这些就只能透过足够多的时间与耐心 及正确的方法逐步累积知识 我相信最终肯定可以达到一块鞋扣的程度 那么这次的X code开发指南就先到这里 前面提到的Site Project与Swate UI控架 之后也会在早时间进行介绍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